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便协助贸销部监督物价对付涨价的商家业者 同时修订现有的法令以便赋予志愿警卫队更多的权限 新报头版刊登令人哀伤的新闻 四名失踪的原住民学童昨天终于入土安葬 只是至今还搞不清楚为何孩子会失踪那么多天 而在8月23号发生的七名学童失踪事件 只有两名孩子生还 还有一名孩子至今下落不明 每日新闻头版揭露 国人可以轻易的在许多药房购买抗生素 即使没有出示医生开立的药单 报道指出如果消费者错误使用抗生素 不但加重病情甚至会导致死亡 中文报方面 新州和光明日报的头版继续锁定2016年的预算案 由于高等教育部明年拨款幅度减少最多 因此新州日报独家报道 明年大学学费不会调涨 但是高教部允许公立大学调整研究生课程的学费 光明日报头版提出三大质问 第一个是去年的拨款 华校到现在还没有收到款项 不过首相署部长 魏嘉祥表示 内阁已经指示财政部和教育部解决沟通和协调的问题 另外的两个质问 目前还没有答案 包括明年获得最多拨款的首相署 没有说明43亿拨款怎么使用 而且款项可以由首相随意批准 不需要经过国会监督 另外是董总主席刘立明质问 明年用来作为教育设备发展和维持的5亿令吉拨款 没有说明钱如何分配给国内各原留学校 来看新闻快讯 享有东方溪谷美城也是作为全国电子工业重镇的槟城 如今的地位却是岌岌可危 根据今天出刊的南山报头版新闻 独家揭露有九大产商 分别传出遭到收购 迁离 和平 关闭 甚至是裁员 尽管这个东方溪谷在半年内 获得第二家中资入住数千万令吉的投资额 但是九大产商难逃受影响命运 尤其是德国电子音响集团蓝宝 宣布结束在槟城的运作 预计旗下300名员工将被遣散 你曾经遇过这名以道姑打扮的老妇吗 他在雪州巴达林在野及苏邦在野一带 强迫学院升级公众购买神符 如果对方拒绝买服就会辱骂对方 抢走钱包里的现款或者是冻粗 那据了解 这名贾道姑现身触没超过五年 已成为当地无人不晓的头痛人物 他同常会游走小贩中心 快餐店及咖啡厅等学生居多的地点 除了要学生购买神符之外 贾道姑还会向学生展示灾区照片 然后要求捐钱 如果捐款少过五令吉 他会强迫学生捐至少十令吉 那由于受害者都怕惹事 或不想和老人家计较 所以也都没有报警 感谢您的收看 更多新闻请继续留守百革时事